国族反赌扫黑行动忽然传出一个劲爆新闻 是关于国族民宿孙继海和范志毅的 部分球迷热议说这两人失联多日 是不是被抓走调查了 随后各大自媒体跟进报道 传的有网有眼的范志毅和孙继海 只怕真的不安全了 范志毅和孙继海目前都是网络红人 无论是短视频还是社交媒体上 都拥有上百万的粉丝 两人更新短视频的频率也非常快 但细心的网友发现 孙继海上一次更新视频是四天前 范志毅上一次更新视频已经是六天前了 考虑到目前敏感时期 很多球迷都在猜测 这两人是不是失联了 是不是被抓了 要知道这一次反赌扫黑行动牵连面非常广 不管是谁 只要被李铁案牵连就一抓到底 而这一次的反赌扫黑行动 时间线至少推进到了2016年了 范志毅和孙继海被传失联 主要还是这两人目前备受争议 孙继海带领国字号青年队的时候 就传出重用自己合作经纪公司旗下球员 至于范志毅 因为他处于上海滩足球 而在程序员上任后 上海就是中国足球中心 如今也是反赌扫黑的中心地带 这两人真的出事了 那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 反赌扫黑继续狂飙 好消息是孙继海第一时间站出来回应谣言了 今日下午1点43分 孙继海更新个人微博 中国足球的多事实节 做好自己扎实清训 原来孙继海在尊义做足球清训活动了 关于孙继海被抓的传闻可以就此终结了 那么范志毅呢 他的情况如何了 目前他的社交媒体还没有一个更新的 难不成真的出问题了 我们也是期待相关部门早日给出答案 如果范志毅真的没有被抓 就早点晒视频自证清白吧 北京时间3月30日 国足反赌扫黑行动 你不知道是哪个大哥的视频 谢谢他 我借他的视频 在为什么要找这个视频 因为在头条 有一个给了他们一个热榜 说是他们辟谣了 辟谣了呢 只是孙继海呢 发了一个帖子 说和你们不见不散 但范志毅没有 现在不知道那个姓好的 有一个踢球的 是个什么状态 一点他的消息也没有 有也没办法跟你们说呀 全烂了 好了 有了 还有 motivo 有了